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小针将某液体 某液体分次倒入量桶里面 再利用天平依次测量液体和量桶质量 这个是液体跟量桶质量 这个是液体的体积 并分别记录量桶中液体的体积 其实验数据如这个图 它问下类关于此液体密度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看 这个是一条直线 我们现在来看 一开始液体的体积是0 代表这个是量桶质量 一开始是空量桶质量 它每增加10立方公分的话 它的什么呢 液体的质量呢 就加了10克 就是说这是小M 这个是 这10克这个是大M 也就是说 它每增加什么呢 每增加10立方公分的液体的话 它的质量呢就增加了多少呢 增加了10公克 也就是说它每一立方公分 这个液体每一立方公分的话 它是1公克 也就是它的密度 这是它的密度 密度呢是等于1克 每一立方公分 所以这个应该是水 这个液体应该是水 我们看看A选项 它说液体的体积越大 密度越低 这个错了 它那个 等于是 它那个 每增加10公分的话 它是增加了10公克 就是说它 变化量它是固定的 每增加10公分 它就增加10公克 所以它的密度是固定的 是等于1公克每立方公分 所以A选项是错的 再我们看B选项 液体的体积越大密度越高 这是错的 密度是固定的 再我们看C选项 它说体积是20 20立方公分 体积20立方公分的时候 计算的密度是1公克 每立方公分 这个对了 不只在 在20立方公分的时候 密度这样子 任何体积它的密度 都是一样的 所以C选项是对的 再我们看D选项 它说体积50立方公分时 计算密度是1点 这是错的 1点 所以这一体大家应该要选C 所以这一体大家应该要选C